我偏来检查 对对对 我现在这个是这么容易 是是是 谁地到任何地方都可以来做医疗服务 对对这样就很容易 县府卫生局为了提供优质医疗 同时服务偏乡地区民众 特别邀请台中荣种医疗团队 前来鹿骨乡卫生所 办理多项医疗筛检 以及口腔检查服务 一早就吸引许多鹿骨地区的民众 前来检查 县长林明珍 特别前往致疫 同时鼓励民众 要多参与医疗保健的活动 林县长表示 南投为农业县 妇女忙于家计以及农务 无暇至医院接受医疗服务 及身体检查 县府特别商请台中荣种医院 医疗团队到卫生所 提供妇产科 内科门诊医疗 以及身体检查 六国 这家庭真的好奇 我们管政府卫生疗 我们的房机长 特别去邀请台中荣种 给我们地方乡村做医疗服务 帮助南投圈的偏远地区医疗服务 我们这次非常感谢 同时给我们偏远地区的妇女姐妹们 做较详细的身体检查 预防生理治疗 所以乳房和主公正的磨片检查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不能服事 我们非常感谢荣种 每个月甚至每星期都轮流到南南投县 跟你的乡村 把卫生区 卫生所来服务 这个医疗技术的支援 林主任指出 癌症为国人十大死因之首 荣种派遣医疗团队 以及乳房摄影车 持续至偏乡地区 为乡亲提供四大癌症筛检 对于检查结果后续追踪 提供转诊服务 让民众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来中荣种今天到路股卫生所来 主要是给民众做一个四癌的筛检 射车 车上配备有很完整的乳房摄影的设备 还有子宫抹片的设备 对偏远地区的民众 我们可以直接到这边来做巡回的筛检 那我们也知道 癌症现在是目前国内死因第一名 那四癌的筛检在政府的推动下 都非常的 给民众非常好的福利 所以我们希望借着这次的机会 能够给入股乡的民众 也能够享受这样子的 社会的福利 县府为了服务在地民众 以及实现医疗不中断的目标 卫生局推动偏远乡镇医疗 目前已携请台中荣种眼科医师 支援积极症卫生所 妇产科女性专科医师 进驻水里乡卫生所 并派遣乳房摄影车 至卫生所进行妇女乳癌筛检 以及子宫颈抹片检查 提供医疗中心级的服务 深受当地居民好评 感谢观看